天氣這麼熱,你們還排隊去吃椰子雞? 讓我教你在家裡怎麼做吧 首先我們準備椰子肉、紅棗馬蹄倒入鍋裡 加入兩個椰子水和一碗清水,煮15分鐘 趁這段時間我們來做個餌料 這個餌料你們一定要收藏,和椰子雞是絕配的 時間差不多,我們倒入半隻文昌雞和杞子 再煮10分鐘,之後加點鹽調味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想要多些家庭小菜,記得關注我了,多謝大家 原來這樣做出來的雞翼尖再放它一晚,真是非常入味 首先,冷水放入雞翼尖,給點薑蔥、黃酒和鹽煮7分鐘,撈起浸凍水 之後加入蒜蓉、紫天椒、洋蔥、檸檬和芫荽 倒入一包泰式風味汁,攪勻它再放在雪櫃,冷几個小時便吃得了 酸辣開胃,非常正的 今天介紹一個香噴噴的煲仔菜,鮑魚雞煲 首先,我教大家怎樣洗鮑魚 倒入60度溫水,再偷偷地用我老婆的牙刷,刷乾淨它 浸過熱水的鮑魚比較容易清洗和清理內臟 在背後好像我這樣切幾刀和氣花,將鮑魚和雞放在一起 加入一匙筋柱油醬,生抽,黃酒,蠔油,生粉和老抽 再用溫柔的左手攪勻它,醃它15分鐘 最後加些花生油,鎖住水分 準備沙鍋熱油倒入薑蒜、紅蔥頭,炒到它有點香的時候 再將剛才的雞倒進去 再將鮑魚靚靚地放在面上,蓋好蓋 淋上20年的花雕酒,用最小火焗12分鐘 嘩,香噴噴噴,再加些青紅椒,點綴一下就行了 這樣做出來的煲仔菜,不單雞或鮑魚爽口 就連底下的蒜頭都很好吃 不信,你可以試試看 大家好,今天分享一個大小朋友都喜歡的蒜香雞翼 首先雞翼對半剪開它,這樣會快點入味和快點熟 我們放蒜蓉、黃酒、一匙匙奧爾良醃料和生粉 插勻它,醃它20分鐘 在炸之前放一大匙匙的麵粉和水 插到它起漿,這樣炸出來更鬆脆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油溫是怎樣控制 放對木筷子進去,慢慢起泡泡的就代表只有兩成 再放入去,很快時間就起泡泡,這樣已經有六成 一成油溫30度,六成大約是180度 這個油溫最適合炸東西 小火炸它4分鐘,轉大火迫油出來 這樣雞翼就不會粒油 想我多些家庭小菜,記得關注我了 多謝大家 早幾天,鹽焗雞視頻火了 有很多粉絲私信給我,叫我出一個鹽焗雞腳教程 準備金半大雞腳,先和它做個尾夾先 之後加入一包鹽焗雞粉和少許花生油,醃它10分鐘 想它顏色漂亮些,可以加入3粒黃質子 再加入1匙匙鹽和一包鹽焗雞粉 水滾倒入雞腳,蓋好蓋子用中火煮它8分鐘 之後再關火,焗它20分鐘 這樣做出來的雞腳,表面不易難,而且有入味 喜歡家庭小菜,記得關注我了,多謝大家 大家好,今天分享一個順得比較出名的啥啥雞煲 首先我們準備半隻青軟雞,加點鹽,糖,山抽,紹酒,蠔油和生粉 揉勻它之後,再加點油,鎖住水粉 熱油落鑊,將雞攤平距離煎,煎至兩邊金黃色,七成熟左右 再加點山抽和紹酒下去,開大火,扯扯它 目的是令到它將多餘的油逼出來,和更加香 之後我們轉個沙窩,倒入屏幕上面的材料,炒香它 再將煎好的雞倒入去,啾啾它 這個時候聽到字字喳喳的聲音,啾啾雞煲的名字就是這樣來的了 蓋好蓋蓋在鍋邊淋些紹酒下去,開中火,啾它兩分鐘,這樣就可以了 雞肉煎過,又香又不油膩,真是九條街都聞到香味 想喝多些家庭小菜,記得關注我了,多謝大家 大家好,今天分享一個鬆脆香口,吃過停不到口的金沙雞翼 首先將雞翼從中間骨位剪開,我們放生抽,花雕酒,蠔油,胡椒粉,三粉,醃它十分鐘 之後將雞翼滾幾下三粉,用半煎炸的方式,炸到兩邊金黃色,撈起備用 準備三隻漂亮的鹹蛋黃,剃碎它,用黃油,關小火,炒到它起泡,起沙 金沙雞翼的名字就是這樣來的了,之後記得三火,放入雞翼拌勻它,再拿些芝麻就搞定了 淡淡鹹香味,真是吃到停不到口,想學家庭小菜,記得多點來看我了,多謝大家 大家好,上次試完冬陰宮湯,今次試試東南亞蜂蜜的咖喱 首先我們將薯仔,洋蔥,紅蘿蔔,通通切粒,將雞翼對半切開,加入生抽,黃酒,三粉,醃它十分鐘 熱油倒入雞翼,用小火煎至兩邊金黃色,再將剛才的配料倒入去炒香它 加入兩匙斤咖喱醬,這個醬本身有味,不需要再甜味了 倒入滾水,小火煮個20分鐘,加點牛奶和椰奶更香更滑 最後加點三分水,買個蜆,這樣就行了,香味濃郁,絕對有東南亞風味 雞肉你不要腫炒就吃了,今天這個方法你肯定沒吃過 3塊1斤的雞翼肉切片,放蔥薑涼酒去腥,一大勺歐一兩醃料,半勺生粉,醃製20分鐘 油熱下鍋煎,煎到咖喱屋君姐都聞到香味就翻個面,要是學費能給個小紅心嗎?謝謝 天氣開始入秋,今天分享一個山蠔黃蚊雞給大家補一補 半隻三黃雞斬件,給點鹽,蠔油,黃酒,三粉,醃製15分鐘 再加點山油下去鎖住水粉,將薑蒜倒入沙窩炒香它 將雞件放入去追追它先,之後加入半包黃蚊雞醬,香菇和浸香菇的水倒進去 這個是精華來的,蓋好蓋,用小火煮8分鐘 最後加入出口水的山蠔和青紅椒,再煮多它3分鐘,這樣就可以了 鮮嫩美味,這道菜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沙米飯 想學家庭小菜,記得關注我啦,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